各位朋友 有点年纪的人都记得台湾有一个小虎堆 青苹果的乐园 当年呢 风靡大陆的大街小巷 人人在传唱 小虎堆一边呢 有一个长得最像张国荣的 叫陈志鹏 是吧 陈志鹏叫什么 小乖虎苏友鹏 霹雳虎吴奇龙 那个陈志鹏叫什么虎来着 小帅虎 是吧 小帅虎啊 他最帅嘛 长得像张国荣 可是呢 这哥们一手好牌 这些年呢 可以说是打得稀烂 到现在呢 刚刚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上了热搜 可不是什么好事 是因为偷税 这哥们呢 在大陆的演艺生涯 估计也玩球单 近日 有八卦博主爆料 一次陈志鹏两次偷税漏税被查 员工爆料 其2019至2021年偷税漏税 补缴税款高达1000多万元 此外 该员工还透露 陈志鹏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违规解散公司 并拖欠员工赔偿金 在工作期间 陈志鹏还被指经常辱骂员工 言此粗词 如果没和他打招呼 就会被骂你是瞎了还是龙了 团队员工都在看心理医生 同时 陈志鹏与多个合作公司存在矛盾 收钱后 直播态度不认真 甚至还欠品牌坊的钱款未还 另据中心经委消息 陈志鹏在近期已退出费曝光工资 天眼查M显示 涉事公司杭州树美花 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2年2月 把定代表人为李长友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由李喜来 李长友共同持股 公开资料显示 陈志鹏 1971年5月19日出生于中国台湾 1988年 作为小虎队成员小帅虎出道 上了中国的新闻热搜 这个事儿 基本上坐实了 说陈志鹏被北京税务查了 补交了1000多万税 现在还在偷税漏税 又被举报了 我是他的公司的前员工 他欠我的薪水 还欠品牌方的钱不给 这个税务事项 补缴了1000多万的这个税务 所谓的这个文件都给爆出来了 各位不行了 这陈志鹏彻底是够呛了 这回 说这个事儿啊 是2022年9月查到了2023年9月 2023年9月份交的 补交了1000万的税款 是吧 2022到2023年还没查呢 是吧 第二次被举报 是被他的前员工又给举报的了 是不是 那位说这陈志鹏这是咋了 你看看吧 陈志鹏这是咋了 根据这个劳动总裁协议书 这个他欠这个员工欠多少钱呢 仅欠7500元 也不能说是这个欠7500元就少是吧 我这意思就是说 他为什么不给这个员工 7500块钱所欠的工资呢 人家的诉求就是支付所欠工资 是吧 还有给他开具离职证明 支付经济补偿金 4万5000元 这这这 反正加起来吧 加起来以后 这个员工给他要5万两块钱 是吧 所以就因为这些钱 这员工爆料了开始 你看把这个陈志鹏 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助理 陈志鹏的助理的这些对话 都给爆出来了 对吧 说这个 还有这个啊 说陈志鹏啊 在大陆呢 是半红不紫的 给人家做直播的时候呢 反正是直播的这种销售额不尽人意 他也不退给人家钱 坑费吧 就是坑费吧 还有这个直播团队 说陈志鹏的直播团队 也不也不分成 也不给人家分成 两个月 加起块一块13万 是吧 还有佣金 一万四 啊 这直播团队爆料 说陈志鹏欠钱 这陈志鹏最近几年呢 好像 这个好像是 这个画风 有点问题啊 你们看看啊 你看这画风 奇装异服 而且呢 那么大肚子 那么胖 还 还走秀呢 哎呦我的天呐 连他的这个经纪人啊 都说陈志鹏这两年 好像精神上有点问题 他这样的奇装异服啊 说是这个经纪人 跟他吵了好多架了 经纪人也最后也气愤的 对这个记者说 我也对他人之意尽了啊 从他一出道 我就扶持他 到现在呢 他在大陆啊 还能30万人民币的 这个出厂费呢 还说啊 我也不知道 大陆的朋友们 你说陈志鹏 现在在大陆还红吗 30万的出厂费呢 说我帮他啊 指导他在中国的大陆的 各个繁华的城市 还有在台北台中 都置了业啊 说这陈志鹏 现在身家也是不少呢 是吧 但是呢 他也不听我话了 你看天天奇装异服 人到50多岁了都 都52岁了 也不知道 这陈志鹏是咋回事 他这个 关键是啊 他这个员工写的这封信 他这员工写了一些封信 写的是什么呢 说是一封离职证明 也是一封道歉信啊 本人呢 2021年通过合伙人 杨春磊 加入了陈志鹏先生的团队 担任商务总监 啊 参与组建了这个 杭州偷税的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 陈志鹏是实际控制人 是助理 李喜来担任法人 就是承担风险 这两年来呢 啊 这个 精精业业 给陈先生 直接间接创收近2000万 但是呢 他没有给我任何的佣金 对所有的人 只发基本工资 前经纪人威廉 也是因为不付佣金 导致对方愤而爆料 去年 合作的直播团队的佣金 他也拖欠了一年多 没有给 商务部分呢 我还负责了很多的招聘工作 既然接受了这样的条款 并工作这么久 我也没有怨言啊 基本工资 是吧 给的是 陈先生也没有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也不给我缴五险一金 真的是犯了大陆的劳动法吧 8月份2023年呢 陈先生的助理李喜来告诉我 停掉一切商务对接 因为公司要解散了 他也将于9月10号离职 让我跟他一起离职 因为后来呢 因为员工开除事宜呢 我跟李喜来发生了一些争吵 我愤而离开公司 李喜来找我 问我是不是要离职 我的答复是 志鹏哥让我继续做 我就做 不需要我就走了 请他跟志鹏哥反馈一下 有个答复就行 可是呢 之后就没有人理我了 9月18号 我接到公司要解散的消息 19号找到负责公司 解散事宜的杨春磊 他告诉公司 没有给他的赔偿金 让我看着跟陈先生的交情就算了 他也告诉我陈先生病了 后续也不一定能直播了 挺不容易的 我动了侧隐之心 半夜买了一千块钱的日本料理 想去看看 想当面把话说开了也就算了 但是呢 他不见我 他知道我来了 就是外出避而不见 我呢 希望公司给开个离职证明 证明在这里工作过 也好去下一个公司入职 公司的法人 还有这个兼他的助理 这个李喜来 拒不开拒 而且呢 电话里边态度蛮横 让我去劳动仲裁 而且呢 李喜来的一直 公司解散了 他就在陈先生工作 我才知道 私下里让我跟他一块离职 原来是一场阴谋 是不是啊 说这个 所以他愤而就提起了劳动仲裁 而且呢 陈先生不给他补偿 不给他钱 他就开始爆料了 是吧 说那个 这个陈先生啊 工作态度也极其的恶劣 有很多人呢 找陈先生直播带货 但是呢 他一直也是不彩排 不看产品啊 这到时候上来就播 而且呢 业绩非常差 也不退钱 那比如说 二三年四月份 去广东韶关 做直播 陈先生收了对方十万块 啊 这个不保量的费用 就是不保量 说你这十万块 给了就给了 我不保证能卖多少 啊 因为你要退钱的事 我就不干了 说对方呢 加上接贷和投流的费用 一共花了二十多万 可是呢 陈志鹏实际上 只卖了不到两万块 啊 说对方的那个老板 在下坡的时候 坐在路边流眼泪啊 这样的画面呢 这几年 我跟着他很多呀 我的良心不安呢 今天我要出来道歉 啊 说这个 抱歉啊 因为当时这个陈志鹏 我介绍给你们 是吧 让你们都花了钱以后 被雷了啊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前离职员工的杀伤力 啊 很大的 员工爆料之后 陈志鹏连夜退出了 他那个偷税的公司 大家想一想 这个事不就坐实了吗 各位 是吧 这个事不就坐实了吗 所以你参考那个谁吧 赵薇吧 啊 和范冰冰吧 还有那个 郑爽吧 当然那些人家都是 这个一流的顶流啊 那陈志鹏可能现在在大陆 三流能算得上吗 我不知道啊 但是他们因为偷税的事都被封杀了 这个事一爆出来 至少这个陈志鹏为了四五万块钱 也是因小失大了吧 这在大陆赚钱的机会应该是没有了吧 各位 确实是啊 你说这么帅的一小帅胡 一手好牌这些年 打得稀烂啊 应该讲可以说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见识决定了高度吧 是不是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